做烧烤里头有自己的特色 像这个挂护羊肉就非常的不错 肉质鲜嫩爽滑 挂护羊肉独有的复合味道 瞬间打开你的胃 吃了就让你忘不了 今天脑里38秒教会你学会了 这家也能做出烧烤店的味道 首先新鲜的羊排肉 喂动之后顶到前层块 逐渐是穿起来放一边备用 挂护羊肉好吃的关键就在这个面糊里面 首先高筋面粉加入150克 生粉加入80克在里面 食材羊加入6克 即死粉加入40克 姜黄粉加入30克 咖喱粉加入25克 味精精粉白糖各叫做6克 烧喝小料加入10克在里面 半个洋葱打成梨放在这个碗里面 再加入两个鸡蛋 再加入半瓶啤酒在里面 再少加一点水 把这个糊调成出四瓶之间干稀程度就可以了 把穿好的羊蒜放在这个碗里面 均匀的淋上一层面糊 尽可能是每一串羊蒜都均匀的粘上一层糊 挂了糊之后像这样就可以了 羊蒜上炉之后 像大火门口快速的锁住水分 当这个羊蒜两边烤边色之后 再用毛刷均匀的淋上一层烧烤油 当这个羊蒜完全烤边色 并滋滋冒油 就说明它已经熟了 再两边均匀的撒出紫然辣椒面 紫然辣椒面撒完之后 稍微烤一会儿 把紫然辣椒的香味烤出来 就在羊蒜里吃出去把小味老毙了 想学烧烤别的话 找我老理就对了 好